朋友们好 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坎大三 现在生活中啊 我们要夸一个人的时候 常说这个人聪明 情商高 他反过来 我们要贬低的一个人的时候 觉得他各方面都不行 我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缺心眼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到底什么样的人 全是缺心眼呢 老宋总结了一下 我认为在生活中 有这其中表现的人 那么大概率他就是缺心眼 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第一个 无论什么场合 无论和谁 一喝酒 一有酒 他就喝多啊 有的时候这种人 其实车之前也对自己说过 不能喝这个啊 这回我得少喝点 媳妇成的 你少喝点 行行 这回我少喝点 可是呢 到了那个场合 人家一劝 人家一忽悠 哎呀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忘了自己的资料有多少了 经不住诱惑呀 就把自己喝多了 啊 你看这样人是不是有呢 这样人有时候还自己 我喝酒实在 你那就是傻 说两句话啊 如果喝酒突然某次 因为某种原因 有一次你喝多了啊 那别人会很感动 你看看你从来不喝多的人 因为和我因为这件事喝多了啊 那讲究人拿我当朋友 我真实在呀 那人家认为你是动了真感情了啊 这个东西是实在 那么如果是你每次都喝多 每次都这样 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缺心啊 而且呢 每次有这种酒局的时候 别人都会劝你 为什么 你劝你 你就喝多呀 喝多了你就出洋相了 出洋相大家就看热闹了 太好玩了 又喝多了 你看看 在别人眼里 如果你总喝多 那你就是个玩笑 你就是个乐子 你就是那个缺心眼 你说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缺心眼的人是什么呢 朋友两口子出现矛盾了 吵架了 打架了 你见语为了 你不忘了报物品了啊 你得帮你朋友啊 我帮你去帮你去打 帮你去骂 帮你去吵 人家都说 你劝劝好吧 那劝什么 我告诉你 这要是我的 我找不可能过了 不可能过了 和他离婚 凭什么不能过 就他那样 你和他过什么呀 咱找不到吧 哎呀 你觉得你好仗义是不是呢 其实你就是个缺心眼 为什么 现实生活中 夫妻两口子打架呀 大多数都是床头打架 床尾合 我告诉你 一旦人家和好了 你就是那个挑拨离间 的坏人啊 可恨你了 两口聊天了 就愿他 要不才能打那么严重 我就是要不让他找好了 就他可怕不大 你以后离他远点 嗯 以后离他远点 有朋友说 那他俩就真离了呢 真离了 如果你和我过得不好 哎呀 离了之后 生活过得挺漂泊的 挺不好的啊 看着人家挺羡慕的 这个时候啊 他心里话 就愿你 当时要不是你和旁边鼓动 不是你给我家 我打圈 我怎么能离婚呢 现在我过得不也挺好了吗 就愿你 责任全是你的 我告诉你 人家两口子吵架 打架 如果你去了 就劝劝 算了算了 别吵了 就得了 千万别装着你 多么正义啊 你多不介意勇为 你就是缺心眼啊 朋友们你想想 是不是呢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把别人夸你的那些话 信以为真当真了 别人夸夸你 可能是出于礼貌 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 或者是出于某种坏的想法 怎么捧杀你啊 给你夸得像朵花似的 哎呀 你自己信以为真了 那你说你不缺心眼吗 例如有人啊 经常老宋留言出来 老宋啊 你长得真帅啊 你长得怎么样啊 我告诉你 我要是信了 那我就是缺心眼 为什么呢 老宋家里有镜子啊 有人还说 老宋你是个大帅哥 你不开完腰的吗 我照照镜子我也不瞎 对不对啊 我能是个大帅哥吗 啊 你所以说 当别人夸你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 自重正确的判断能力 你应该照照自己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吗 啊 还有那句话 别人夸你的话 可能是捧杀你 如果你把这个信以为真了 那么你就快遭殃了 朋友们 是不是呢 所以别人夸你的话 别太张真 别人骂你的话 你也不用太张真 啊 你自己是什么样 让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你说是不是呢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 脆轻轻眼的表现 就是什么呢 总把自己的私事 自己私人的生活 告诉给别人 而且呢 还愿意打听别人的私事 私人的生活 可烦人了 你说这种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就从前来说吧 啊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家里有多少存款 哎呀 我告诉你 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哎呀 我家里有多少存款 我什么什么什么样 不管好也好 坏也好 我可愿意跟别人说了 行 你愿意跟别人说 就跟别人说了 你说你实在啊 然后呢 你说完了 你说我都表现那么实在了 你不得把你的告诉我吗 哎 你挣多少钱呢 你家里有多少存款呢 你怎么样了 你闲的啊 你是人家能告诉你吗 你说你这样是缺心而不啊 最主要什么呢 当人家躲避这个话题书 人家不告诉你的时候呢 你还得追问 也得插个话题 说那边呢 过了五分钟 哎 你到底挣多少钱呢 你到底挣多少钱呢 我朋友说 有这样人吗 有吗 老宋就见过啊 两个人 咱们一直说 有两个人啊 一个工作岗位的事啊 他问他 他在那个工作做什么 他那个工作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可能不愿意说 咱不知道你什么呀 反正也不愿意说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工作岗位啊 然后他问 你到底干什么呢 他说 啊 没干什么 注意两边 你到底干什么呢呀 啊 我没干什么 就正常的呀 你到底干什么呢呀 我没干什么 就假如因为这个事 哎呦 莫及老肠子 他就一个劲地问 他就不说 你说是缺心眼不问题 你说人都不愿意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说呢 你想想 这就是缺心眼的表现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缺心眼的表现 就是什么呢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勤奸解约 因为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嘛 啊 这也很正常啊 咱现在社会 我挣不了多少钱 我勤奸一点 我节约一点 这很正常啊 可是呢 在外面穿大方 装大方啊 好像自己有多少钱 好像自己多了什么呢 一排胸部 哇 这个人敞亮啊 咱不加工 咱这人不在乎那点钱 没事啊 朋友们撑黑 我掏钱 我付账 我怎么样啊 哎呦 我天哪 你是真敞亮啊 有朋友说了 那做人就得大方一点 不能太口口说说了 我告诉你 做人大方一点 没有错 但是最起码你得先保证你家里人的生活水平 生活条件 如果你连自己家里人的生活条件 生活水平都表证不了 你家里人都是勤俭 约都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的 然后你除去穷大方 那么我告诉你 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装大尾巴狼 你就是缺心眼 你觉得老宋说的对不对呢 嗯 好了 老宋举了这几个例子 你看一看 缺心眼的人是不是有这些表现 那么有这些表现 是不是缺心眼的人 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三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